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曾经在明连旗帜底下携手合作的 行动党跟一党分道扬镳之后 已经成为政治大筹家 那一党不停地把火箭标签为 反马来人跟伊斯兰的政党 并把他们和共产主义挂钩 最近一党假抛巴底国会议员 西蒂·马斯杜拉 在登加楼干马晚的一场活动上 为林吉祥父子查族谱 那语出惊人地说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 跟已故马共总书记陈平 还有已故新加坡前总理领瓜耀 甚至还有其他的行动党领袖 像是陆兆福 尼可敏等等 他们都有亲属关系 这番言论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疯传之后 立刻引起当事人林冠英的强烈不满 昨天他在国会大厦召开记者会 指马斯杜拉的 西蒂·马斯杜拉的言论 不只是人身攻击 而且还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跟仇恨意味 那就连父亲林吉祥已经退休了 也要成为伊党的攻击目标 林冠英就强调自己跟妻子 还有陆兆福 郭肃沁 尼可敏跟尼可汉 都没有亲属关系 而最荒谬的是 影片当中提到的李秀 李光耀跟陈平都已经过世了 伊党的议员还能够拿他们来 大做文章来攻击行动党 这分明是在捏造事实 他做请西蒂·马斯杜拉 在48个小时内出示证据 否则火箭将会采取行动 指控伊党政治诽谤 今天距离林冠英给出的 举证期限只剩下不到24小时 西蒂·马斯杜拉在国会走廊 被记者追问的时候 依旧避而不达 快步离开 那身旁以为相信是他助理的人 只是说了一句 不要打扰他 他有自己的职务 至于昨天面对媒体尽头的时候 西蒂·马斯杜拉也促请记者 先看完他的演讲视频 再做评论 林冠英跟陈平 什么关系 谁是陈平 董事长 林冠英 谁 董事长 什么关系林冠英 和陈平 谁是陈平 董事长 其中的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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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一家人 一直在走 和会生成了 和会生成了 在这些国家和国家的国家 是他们的 伊斯兰党国会议员 希蒂·马斯杜拉发表 行动党领袖一家亲的言论 引起火箭议员群起炮轰 林冠英抨击 希蒂·马斯杜拉所列举的领袖名字 通通不同性 身为马来西亚人 却不知道姓氏的意义 如同井底之蛙 而在同样的视频当中 被点名的尼可汉 今天也在国会媒体室召开记者会 炮轰希蒂·马斯杜拉 根本没资格担任国会议员 他表示 虽然希蒂·马斯杜拉拥有哲学博士学位 但是发言之前 却不曾核实自己的指控是否属实 事后还保持沉默拒绝道歉 而在今天的国会问答环节当中 通讯部副部长兼火箭议员张念群 也很巧妙地利用 希蒂·马斯杜拉失言的视频 来回应土团党议员旺塞夫 指控通讯部有意删除 针对反对党的负面内容 却故意偏袒团结政府的言论 张念群反问 要是批评执政党的视频 全都会被删除 那为什么希蒂·马斯杜拉的演讲视频 还会在网上流传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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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